Hello大家好,我是将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深度讽刺人性的奥斯卡提名动画短片《村庄》 废话不多说,故事开始 故事一开头,一群蚂蚁在往洞口里搬运食物 有一只蚂蚁搬的食物特别大,堵住了洞口 其他蚂蚁便屁股顶屁股,脑袋顶屁股地撞到了一起 妨碍到了自己,其他蚂蚁便把这能干的蚂蚁扔出洞口 只是因为它的超常能力妨碍到了自己和超出了集体 那只超能蚂蚁呆呆地站着 在他身边一位奇老的男主在种着树 好似围成的村庄周围满是男主种的树 镜头转向村庄里面 房子围成了一个圈的村庄,家家户户户的窗户都伸出了小脑袋 一个个小脑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全程没有交流,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楼下广场一个女人在清扫地面 小脑袋们仿佛找到了什么,齐刷刷地看过来 只见女人扫到苹果树下 一爬了下去,果子全都掉进了自己的腰包里 接着女人又把灰尘重新扫回了家里 接着神父从家里走了出来 为了满足思域,偷偷躲进教堂里喝了一瓶果酒 又庄严地走到监狱外面 偷偷向里面的犯人吐了口吐沫 然后庄重地比划着祈祷的首饰走开了 犯人呢,看着周围巫人又开始挖起了他的暗道 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老者感叹事奉日下 转身就把藏在床底下的宝箱拿了出来 又开始贪婪地把玩起来历不明的金币来 对面邻居满汉看着老头家灿灿金光 嘴角露出了迷之微笑 转头就叫老婆上菜 老婆也就是女主面无表情地端上菜 满汉却把菜都吐了出来 呸,这婆那烧菜太难吃了 看了女主平时也是没少受着满汉的折磨 最后女主没礼满汉 面无表情地出门了 女主走出围城 与灾树的男主按送丘波 即使在围城外 楼上也有一双眼睛盯着两人 女主看老太在盯着自己看 羞红了脸,跑回了围城 原来这村庄的居民们确实是在寻找着东西 准确地来说 找的不是东西 而是别人的秘密 每个人都有见不得光的东西 却又想挖出别人的秘密 翠璃响起了祷告声 可这依旧阻止不了神父偷偷品尝美酒 祷告完释放了心中的罪恶 大家鸟兽四散 满汉终于忍受不住老头家的灿灿金光 用梯子爬到老头家 将他扔出屋去 老头贪婪地抓了一把金币 摔死了 这一幕恰巧被正在偷情的男女主看见 男主大喊来抓住这恶人 老太闻身看来 看到这一幕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喊人来抓男主 人争物证俱在 光天化日之下 男主成为了凶手 男主被关进监狱后 村民将老头埋葬 可笑的是 将老头亲手埋葬的人 竟然是杀人犯满汉 当村里人与人之间畸形的平衡被打破后 人性的罪恶和丑陋 便展现无遗 老头被安葬后 村民们开始用男主栽的树 为男主制作刑具 大家吃着果子 喝着酒 有说有笑 欢快地切割着木头 老头的死 不知谁还在乎 仿佛压抑了很久的村民 迎来的是一场盛大的节日一般 只有女主担心着自己的情郎 趁村民欢愉之时 偷偷递给男主一把铁锹 天无绝人之路 男主偷偷挖出地道逃了出去 可没有机会逃生的犯人 觉得男主没来几天就逃走了 太不公平 扯着嗓子揭发了男主 村民们赶紧抓捕男主 好在机智的男主爬上房顶逃过一劫 晚上想要跑路的男主却被满汉发现 被满汉夺走眼镜的男主 在房顶摇摇欲坠 多亏女主跑来骚扰满汉一波 拖延了时间 男主一技重拳 将满汉垂下楼去 男主也终于手拉着手 逃出了围城 神奇的是 机智的蚂蚁随之 将满汉的尸体 啃食殆尽 早上村民看着一滩白骨旁的眼镜 以为是男主身亡 无聊的散开了 远处的男主 看着这人性扭曲的围城好久 转身 奔向了自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